嗨,大家好,我是鞋底 我呢今天是在仙本那小镇上溜达溜达 没有出海 因为昨天出海我去吹小云 结果呢我的这个脚 就踩了一下这个珊瑚 哎呀,挂上了 那个珊瑚就特别的锋利 所以把我的脚给挂伤了 我就说算了,今天就不出海了 连续折腾的真的也挺累的 这边是,再来 这边就是仙本那的小镇 这个小镇啊 就是很一般 毕竟它以前就是一个小渔村 名不见经传 只不过就是这些年旅游业的兴起 哎,才让很多游客到这里了 这样子的 我现在是走路到仙本那的小镇的那边 去看一下水屋 这就算是仙本那这个小镇的最主要的一条街道了 我们在的那边是靠近码头 这边很少来 一般都是过来买东西或者洗衣服 这儿呢有一个小的客云站 你看可以从仙本那到三达坎 这里也可以坐车回KK 就是科达基纳巴鲁那边 就是科达基纳巴鲁那边 科达基纳巴鲁那边 科达基纳巴鲁那边 KK OK aftern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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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就是晚上我们就坐车 移开仙本那 我知道前边还有一家公司 它有好几家运输公司的 我还是坐那家公司的车 这仙本那的这个卫生 就是仙本那如果说想要把自己打造成一个世界级的一个旅游圣地 独家生地的话 它真的是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可以看到吗 就是我也去了好多个岛了 每个岛都不太干净 就是岛上很多垃圾 然后这个仙本那这个小镇呢也是 因为开发的可能比较晚 或者是没有好好的把这个施政做到位 尤其是这个臭水沟实在是太多了 还有就是一些餐饮的一些店铺 然后把那个就是干水这一块也没有处理好 导致的有的干水就流到那个路上 你这个很影响这个旅行的这个体验 上一个让我开启吐槽模式的 就是对于环境这个吐槽的还是埃及的 真的埃及那个也是 哎呀跟这差不多 这也太夸张了这个 这就算是本地居民生活的区域了 好了到了这边这个小港口 小码头了 那边就能看到水屋 我就想再去看端拍上点照片 就千万不能说这个地区可能说经济不发达 什么落后一点可能会显得脏一点 这根本不是理由的真的 因为我去过卢旺达 那个地方的经济肯定不如这吧 是吧但是那老百姓对于这个环境的保护非常到位 每个星期全国放假打扫出 打扫的干干净净的 首都季佳丽连个垃圾都看不到 你这你别说 别说那个很多发达国家可能都赶不上卢旺达的那个干净程度 卢旺达那是真干净 好了 哦 好了 我现在来到了水屋这边 哎 这里的空气质量也不好 哦 这个就直接你看看 现在是退潮期间就直接盖房子了 我们一起走一个看一下 这真的是他们这边的一个一大特色 哦 哦 慢一点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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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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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就把几棵树 你看 这个栽到这个 淤泥里边 然后就上面就可以直接开始施工了 你看 这蛮有特色的 哦 这个大哥是在这儿 帮他们看这个方向的 就是看这个找坪 哦 也对 就说不要钉筋子钉歪了 他们这盖房子 哎 真的是 感觉好容易啊 这 应该是不需要审批 我觉得 打个报告 领刀 猫毫 我要盖个房子 在哪在哪 谁家隔壁 至于怎么盖 全看我手感 这就是 海边的 渔村 水屋 啊 做饭呢 其实 有的时候 觉得生活在海边 仅靠打点鱼 这种微薄的收入 真的挺不容易的 挺难的 那边全都是啊 特别大一片 全都是水屋 大家有机会到这来旅行 可以亲自的走路过来看一看 可能半个小时不到就走过来了 其实仙本那这边呢 真的是老天爷赏饭吃 就是得天独厚的一个地理位置 导致的这里呢 海水特别的清澈 海岛特别的漂亮 潜水呢 又能看到特别的珊瑚 特别多的鱼群 只要当地老百姓真的是把这个环境 卫生 是不是啊 再抓一下 就 改变一下这个生活习惯 或者怎么样子 这样能吸引来全世界更多的游客 是吧 这样子的话 无心之中 自己也能多挣很多的钱嘛 是吧 尤其是啊 其实完全可以说是 在这样的地方允许老百姓 建上一些水上的民宿嘛 是吧 你看我们如果说普通的游客 就没有特别多钱的话 就根本就住不起 就那种好像就是水屋啦 是不是 但是你要老百姓 你看你盖上几个 是不是 可以一两百两三百的价格 是不是 便宜的租给我们这样子的游客 让我们也能体验一下 晚上睡在海上的感觉 是不是 这也是不错的一个体验 也是一个很好的生意嘛 是吧 就是这搞上这种民宿 我觉得以后应该会有的 毕竟千本纳旅游资源很丰富 这么好 只不过就是时间太短了 可能还是需要时间的沉淀 你好 我是中国人 好 谢谢 你好 你好 好 他这里啊 有卖一些小吃 油炸的一些小鱼啊什么的 我有机会尝一下 看一下哪条鱼炸的符合我的这个口感 你看 就是这种油炸小鱼儿 1 how much 1 2 2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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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3 2 3 2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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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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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um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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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没有啊 这就是正儿八经生活在水上 哦 这是啄水罐 淡水 你看看 不知道从哪儿晕来的 这马来西亚人啊 真的非常友好热情 走了这二十多天 基本上也没被坑过 真的没有被坑过 就包括抱旅行团什么的 都是的 你只要抱了团以后 就不要担心了 人家会安排的非常好 现在要走到这边 看一下大海 我先想拿一条 这小伙比我还实在 我接着到时候再买吧 你看在这边真的是 搞上一点民宿体验一下 这个得小心点 这个木板 我觉得万一要是踩空了 拉就有点意思了 出海的方向就是这边 我们有的时候就是从这边出海的 来来往往的渔船 在这一块还生活着 一个比较特殊的民族 八窑族 但是我昨天抱团 就那个团的那个行程 单上写的是要去塔塔干 看那个就是八窑族 但是没有去 我也搞不懂为什么 我问了一下 他那个向导就说 我们不去哪 不去哪 不去哪 这样子 所以说我也没有办法就是在想 就亲自一个人去那边 因为那边比较远要出海 坐船呢 但是八窑族呢住的跟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样水屋是感觉是一样的 只不过就是他们应该是生活在就是远离大陆的地方 听说是一般他们不上岸 我最后问了一下朋友就问了一下人就是我们第一天去那个马步岛的时候就是专门滑的那个小木船过来给大家卖椰子的就是我还喝椰子 然后给他们小孩给钱 然后他们唱歌的那差不多就是八窑族的人 然后他们就是现在也做上一点这个游客生意 这里头好不容易来了一个游客 这小孩很兴奋的都跟着我跟着我逛的 我还准备出去了 这就是这个水上小城市的大门 这里边特别的大 我只走了一小部分 这边一个停车场 场的中间还有一个排球场 这边温度还可以三十来度 差不多应该是24至30 我一直想看它扣一个那边看能不能拦住 好 这是椰汁 它是椰汁 它把椰汁 放在这儿 放在这儿 你买 你买 OK 一块钱一个 一块钱一个 给你一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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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它还分两种 这是椰汁 这是那个带那个果肉的那个打的姜 尝一下这个 好甜 这是天然的 这是天然的 只不过就是一个椰子是五块钱 要是说把它一个人买了肯定有时候喝不完太多了 这也有大垃圾桶的 但是呢 就有很多的人 图审事 你看 好了 离开这里了 希望若干净以后再回来的时候 哎呀 这里能搞得干干净净的 成为一个真正美丽的海上渔村 是不是 打造出这样的一个旅行明线 大家过来没事干 可以体验一下住在海上的感觉 是吧 那怎么都比出海打鱼 这那两个 是吧 要来得快吗 想看鞋底更多的环球旅行纪录片的朋友 可以打开今日头条或西瓜视频 鞋底的主页有合集功能 点击进入选择您感兴趣的国家观看视频 大家记得点赞哦